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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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你一个时期 认识你太太 我们两个在一起散会一段时间课 是不是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他跟我说想生多一个孩子 我们两个都聊嘛 那当时候我还不想生 他就说他可能想生多一个孩子 后来知道有一次他打电话 给我说他有孩子了 然后这段时间那个时候 好像也没有微信 好像我打他电话他打过两次他也没接 后来 偶尔有一次散步的时候 哎呀我发现怎么跟我住在一起 就是在一个我就听他的声音 我一回过头真的是他 然后我就听他讲起那个 就是 哎呦我说你为什么那个 怀了孩子以后我们怎么就失去联系了 他就跟我讲起他那个 生孩子的这一段经历 哇让我那天听了以后 真的是我当时一听我鸡皮都起来了 我到现在我鸡皮都还在起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经历真的是 他真的他跟我说我在死门关 鬼门关走了一圈 对真的 你跟我们说一说 因为其实在这个说回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说对我来讲 就是说是一个 也是人生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时刻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刚刚好就是买了买了新的那个房子 刚买了新的房子 然后还没有真还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把所有东西都安顿好 哦对他说你刚开始买了一个 在那个苏瑞买了一个小一点的 对小的攀门是吧 对对对 这个我知道 买了townhouse 哦townhouse 然后就是刚搬过去 然后呢在这个之前的话呢 其实我们 因为我自己我是2000年在我内心的住 所以我来到这里以后的话呢 我就是觉得我首先是 首先是去找教会 然后我当我找到教会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说 呃就是对我自己来讲哈 就是说是完全是以 以一个 以教会为一个中心的一个生活 所以当时我们自己是完全没有 也没有考虑到要 要 要去哪个地方 那就那么巧 就是上帝就带我们到了那个Suri那里 带到Suri那里以后呢 就是说我们自己也很感恩 因为我们其实当时甚至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买房子 当我太太说需要买房子的时候 然后我说啊我们我们当时怎么可能买 因为其实当时的我们的存款是零嘛 然后刚搬进去 呃那个东西 我记得你太太说你们是在国内 那个你是年少创业啊 当时候是23岁毕业的时候在中大 我是22岁毕业 哦 22岁毕业 毕业23岁 对 就出来自己做一个很大的那种尿片公司 是不是啊 做尿片的 我们是生产那个设备 就是生产那个机器 哦对对对 是生产尿库的那个设备 他说你都出国了 你这些债还要还吗 他说呃 那我先生是一个非常有心愈的人 我们来了国外这么多年 实际上我先生是很挣钱的 他说但是呢 我们就是要把国外的钱都还掉 他那天跟我聊天嘛 我说那不是很辛苦 他说是啊 那我们这么多年都是在怀战 他说真的很巧 那我还买了房 嗯 那对啊 就是刚才你说的你在 对因为其实是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的这个 没有任何的存款的情况下 对 那呃 其实就是说是我们 我们因为我们非常的相信 那个上帝对我们的带领嘛 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从神来的东西 一定会成就 那我们搬进去以后 不久搬进去以后就是 啊 立刻发现他有这个这个 这个有出血的现象 就是有流产的现象 那有一次出血量非常的大 我们以为肯定没有了 孩子肯定没有了 那当当时我其实是 啊 心里面也是很很痛苦 啊 然后但是后面去检查的时候 发现还在 很快的话呢 就是说呃 呃 在他的这个情况啊 就是一直在不断的 恶化 呃 直到有一天的话 我带他去了医院啊 去了医院以后 那个时候医生就再也不 不让他走了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当刚刚才大家聊到的 关于这个 呃 就是说在 就是说怀孕孕妇到医院的各种各样的 这种 呃 被折磨的这种经历 我们完全没有 对我们留下来就只有美好 因为一去到那里医生立刻就不让我们走了 嗯 然后 看来加拿大就是说 治病人士 你身在家里也不用太大危险 那你这个 当时候是这种是在医学上是非常早见的 对 就是当时啊 我记得 呃 医生带我们去做那个检查啊 呃 他在里面 在那个鼻操的时候 他看了很久 然后最后要换 又换成那种彩色的那种鼻操 然后又看了很久 然后他叫另外一个医生进来 因为当时我吓懵了嘛 所以那医生跟我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 然后所以他们两个医生就要聊 没关系 他说他听不懂英语的 我们就在里讲就好了 哈哈哈哈 然后他就他就他就讲 哎呀这种案例我从来没见过 真的很奇怪 嗯嗯 他说他怎么就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大概就这样讲 好我当时听了以后 就是说就觉得啊 他是到底有什么样的很神奇的事情 然后呢呃 他也没有给我做很多的那个解释 啊但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一直把就是把他留在医院 留在医院以后呢 呃我们也也也就是又换到了更好的医院 这边是最专业的医院啊 就是对于复阴这一块 就是在温哥华那个这个 复阅儿童 对儿童 那个不是不是温哥华的 是在那个呃 New Westminster 哦 New Westminster 嗯在那里 呃 然后过去以后的话呢 就是 呃 我们认 在在在在这个 因为要换医院嘛 其实我们换 来来和换来几次 然后见过非常非常多的护士 啊 可能我估计保守的估计也有六十个以上 每一个护士对我们都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是呃 呃在我心地里面造成那个冲击是非常大的 呃 我说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力量在他们里面哈 就是说是呃 每一个人都 对每一个人对于患者来讲 对于患者的家属来讲都是非常的好 那可能也是你们的那个那个余虹的那个病 就是当时怀着这个宝宝的这个案例实在是太少见了 当时叫做我记得在医学上叫胎盘植入是吧 胎盘前置 前置 前置 然后 然后对还有植入 对 它植入就是说 往那个身体内部开涨了 就是穿破了这个子宫壁 对 涨到你的内脏 涨到你的那个身体里面去了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清楚 对 因为你太太跟我谈的时候 因为我在一月待会一段时间 所以我说那这个叫胎盘植入 因为像学过这些妇产科的都只是听这个名字 很多人一生可能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 但是他当时跟我说 他说我就是胎盘植入 我当时一听 如果是在国内很多时候胎盘植入的话 就直接孩子大人子宫就切掉 然后就是 因为为了保住那个大人的这个性命是最重要的 那当时你们怎么还把孩子保住了 我们其实当时一直是处在那个每一天 不光是每一天 其实每一秒钟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他随时就出血 出血以后突然间又停下来了 然后对于我来讲的话呢 我经常守在他的那个前面 有时候突然间那血噗一下就冲出来 所以的话呢有一次那个量特别大 甚至是掉下来一块像那个猪鞋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就看到他掉下来 然后我当时就大喊大叫 然后就啊护士快点过来 然后在那个之后的话呢 我自己静静的坐在旁边 我心里想 我说我肯定要去看心理医生 我这样下去不行 结果的话呢 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去看成 因为就是说 后面一一波一波的那个事情 其实比前面更大嘛 所以当那个医生有过来跟我们讲 他说如果是在多少周以前 比如说22周以前肯定是死的 那如果是23周以前呢 我们医院是不会救的 就是出来以后 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抢救的措施 但是一旦过了24周的话呢 就有存活的希望 24周 那才几个月啊 6个月 24周 对 其实6个月还不到 真正的按照那个来算 然后你前一个月其实是不知道了 真正知道有孩子到这个 才五个多月 嗯 就我们在肚子五个多月 对 然后所以我们就 就一直祷告说希望 他可以健康啊 然后希望时间长一点 在那段时间的话呢 我们也发动教会了 教会的牧者全部过来 来看我们 然后帮我们祷告 然后就是整个凡是 在我们跟我们教会有关联的 因为我们教会在 在整个这个全球哈 有很多的那个相当于是兄弟姐妹的那种教会 就大家全球的那个都都在我们祷告 所以当时是非常神奇 我们经历过几次非常神奇的事情哈 有一次就是说他那个流血的量特别大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 他说如果你在流血的话呢 就不由你们说了算了 然后就是我们想干嘛就干嘛 然后 这个时候我们赶紧发动大家祷告 大家一开始祷告 雪立刻就止住了 对 然后我们就知道 其实神一直在保守着 就一直在拖着他 所以那那时间的话 我太太就躺在病床上 然后眼睛望着天花板 躺了多久在医院 从 应该有半年的时间 应该有半年的时间 就躺在医院 对 基本上就是躺着 因为他后面 其实小孩出来了以后 他就继续还是在躺着 然后他躺着那那时间的话呢 就是说也有一些 对于我来讲哈 因为我又不能停下来工作 因为我是家里面唯一一个 对 就是提供收入的 那我基本上来讲 我白天就去上班 然后下了班以后呢 那女儿洗脏子当时 就是我爸爸妈妈在这边 他们有照顾 那就好 对 然后但是 就是说在小孩准备出生的 大概是 小孩出生以后 第三天还是第四天 然后我爸爸妈妈就回去了 对 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他们之前 已经在国内 其实也有一些事情 然后 我记得你还跟我说 就是 其实是经济状况 真是 虽然收入不低啊 嗯 但是那个 收入一直就 因为要还国内的钱嘛 对 我记得你说 你在生于红的时候 其实 有一段时间经济 特别结局 然后就说 有个电话响起来 你就笑了 你说哎呀那个 对 有钱 因为我 我就是说基本上把 一个方面就是说 我会推掉很多的工作嘛 然后 到了医院以后就是 就是洗东西 因为他血 血特别多嘛 然后洗洗洗干净以后 开始帮他预备吃的 给他吃完了以后的话呢 然后我就要开始要洗东西 又开始洗碗 洗完完以后的话 他可能又流血了 然后又开始洗 所以就是 那段时间我洗手 我都说我洗 我洗怕了 一整天都是不停的洗手 不停洗手 然后 有一天 我在 在那个 正在上班的时候 突然间医院又打电话来 说你赶快过来 然后 我放下电话以后 我就继续工作 因为习惯了 那个医院经常打那种 就是说相当于是非常紧急的电话 可能 紧急都已经变成习惯性了 已经可能有二十多次 就说是 我们推下去了 因为他是他的病 病病病病房呢 是在比较高层 那做手术的地方呢 是在比较低层的 所以他就会说 我们推到下面去了 就意思就是说 就要进行手术了 那因为像那么这个 当时其实是 还只是在二十四周左右嘛 所以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那如果他推下去的意思 就是说有可能就是 一个是小孩 小孩肯定保不住 大人的生也绝对是有生命危险的 然后我就放下电话 然后继续工作 但是那一天的话呢 突然间我觉得不对 我说我得过去 我就放下电话 然后就跟公司说了一声 我就开始往医院跑 到了医院以后啊 我进了他的病房 一看那个场景就把我吓梦了 那个地上啊全是血 对然后那个整个床 整个那个睡的那个白的床嘛 就被整个全部被泡 泡的都是那个 就泡红了 而且是很深很深的那个红色 然后我我推出去的时候 看到一个盆子 一个大盆子里面也是装满了血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当时就是就往那个 往楼下冲啊 冲下去以后的话呢 已经他已经在手术了 然后那个那些护士就过来跟我讲 他已经在里面了 你现在不能进去 然后我说好没事 我就装成很镇定的样子 坐在那里 因为我我非常的相信啊 就是说一个是有上帝的保守 第二个我相信他们的那个医生 医生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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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